西游记中的金角银角竟然出现在了活影里 就连太上老军的五样法宝都一并带了过来 不过这次 他们的对手不是孙悟空 而是忍者联军第一部队的指挥长达鲁伊 作为云影村的第三战力 达鲁伊有着凌驾佐助的黑色雷盾 还能使用蓝盾这一血迹献解 虽然雷影对达鲁伊的实力非常自信 可他还是坐立难安的担心起达鲁伊的安危 因为金角银角可不是普通的人者 这两人是云影村历史上最为最大恶极的派人 曾在与木叶的结盟仪式上发动政变 亲手暗杀了二代雷影 就连二代火影飞奸都死于他俩之手 除了拥有六道仙人的五个法宝外 竟然还有九尾查克拉 原来当年他俩参加了云影村抓捕九尾的任务 结果被九尾一口吞进了肚子 谁知两人非但没死 还在九尾的肚子里大闹天宫 靠吃九尾的血肉呆了整整两周 无法忍受剧痛的九尾只得将二人给吐了出来 从那以后 兄弟俩就拥有了九尾的查克拉 雷影不禁为达鲁伊捏了把冷汗 而在战场之上 由于不知道法宝的实际效果 阿茨一与萨摩依接连被封印进了紫金葫芦 达鲁伊也不幸中招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爷爷在此 一声爷爷在此 达鲁伊也被吸进过去 然而这都是他的计谋 在被吸入葫芦的一瞬间不断地默念对不起 修改了自己的口头禅 趁着银角放松警惕之际从水底偷袭 成功抢走了紫金葫芦跟七星剑反杀了银角 这让银角无比愤怒 直接开启伟兽华 而远在归岛修行的名人 也突然感觉到了账号异地登陆的提示 为了对付暴走后的银角 雷影的秘术及时使用天颂之术 将杨之玉静廷送到了达鲁伊手中 可银角对杨之玉静廷的能力了如指掌 哪怕达鲁伊叫他孙子 朱鲁蝶小队及时赶来增援 钉刺的肉弹战车掩护路丸 利用影子模仿术限制了金角的行动 最后靠井也的新转身控制金角 金角大王 金角就这样被封印进了杨之玉静廷中 然而就在这时 新的敌人出现在了朱鲁蝶三人面前 正是当初的仇敌角都 不仅如此 就连刚手的爱人家藤段 以及昔日恩师阿司马 也站在了他们的对立面 往日的一幕幕不断浮现在三人的脑海 虽然明知此时对方是敌人 可善良的钉刺仍然无法将拳头挥向自己的老师 甚至拖累了陆丸跟井也陷入苦战 为了让钉刺重拾斗志 阿司马不惜喊他是胖子 可饶是如此 钉刺终是未能下得了手 危机时刻 钉座及时赶来 用自己的肉体为三人挡下了致命一击 看着受伤的父亲 钉刺这才明白 自己懦弱的善良只会铸成大错 这一刻 钉刺终于破茧成蝶 不需要靠三色丸子的力量也能展开翅膀